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鬼叉 你的确是你的犯人 让我不得不把早已收集的遗命再展露出来 再怎么挣扎都是徒劳的 无命尽身 我收集的是愤怒 因为它会否成不可弥补的破坏 幸好我已经可以控制愤怒 而不是让它控制我 鬼叉大使 这场战斗到此为止 好吗 天剑如来手下留情了吗 什么叫手下留情 这可如来 真是生不见底 各位 正如我之前所说 战斗未必要伤及性命 胜负可以点到为止 风气可以改变 仇恨也该有化解的一日 天神与阿修罗本是同族 虽然历史原因使我们成为宿敌 但各位 都与我素未谋面 有何来仇恨之说呢 不说 我们的仇恨 根本不可能化解 够了 胜负一分 阿修罗本 阿修罗本来了 国王 把天剑的人干掉 天剑如来 赢得了阿修罗议会的申诉 他以实力和胆量 通过了三位顶级斗士的挑战 今日的战斗到此为止 三百年不见 你的实力更胜从前了 多谢阿修罗王 上级的当年之情 我知道 只要能见到你 事情 必可有转机 我虽您旧情 但不代表 你可以放肆 你留在议会挑战 却命孙恩悟空 前去大战遗址偷见 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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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没有察觉到 是假的 不代表人 无论会 不代表人 不代表人 但仍能感觉到他的妖魂 被发现了 听如来说 阿修罗燃起斗魂 就会一心专注在战斗上 可是太专心的话 反而会其漏地 到手呢 拿到头骨就是我赢 阿修罗王 说话可算数 你可以走了 那就多谢阿修罗王的大礼了 你是个很好的对手 值得这个礼物 阿修罗王也名不惜传哪 拿上你要的东西 拿上离开 我让你走 不代表其他斗士同意 放心 逃跑我是最拿手的 这个 还你 这就是地势天的老家伙的佩剑吗 算得上天界最重要的宝物吧 让我先拿来玩玩 我先掌握 我先拿下来玩 不要 让你拿来玩 你 你 有 你 你在我 你 你 这么快就来了 阿修罗的家伙 一见到外人就想打架 真搞不懂 站住 刚刚好 不算太把 恶务空 努力修行吧 等你变得更强时 再挑战我 阿修罗王 下次 我一定要跟你分出高下 后会有机 偷剑才是你们来废都的 真正目的吧 没错 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据我所知 你已被逐出天际 为何还要这样做 阿修罗王 在下此举实属无奈 我的所作所为 与天际无关 只为守护世间正道 至于道剑所为何时 请恕我 不能直言 这个天剑如来 太可恶了吧 竟敢当众 愚弄我一种阿修罗斗事 如来 还记得我三百年前 说过的话吗 若再见你 必分高下 阿修罗王 你已经不眠不休 血战十数人 腹伤累累 你固然有越战越远之力 但不妨先听我一眼 阿修罗 从不与天剑谈判 阿修罗王 天剑的恩怨 已延续千百年 阿修罗王 你可曾想过 解开这个死劫 无数次交战 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 仇恨击重难返 至少阿修罗族 始杀的传统日益加深 甚至 自相残杀 但这一切 是可以改变的 我成王以来 变革多年 却仍然未能改变 阿修罗族分毫 一个族群不能放下仇恨 就会被仇恨支配 以复仇为目标 对你我这种程度的人而言 都太低了 但化解仇恨 为阿修罗 为众生而努力 是有价值的 除了无力 还有什么能化解仇恨 阿修罗王若要战 必不会选在此时此刻 如来 你确实了解我心中所想 我喜欢你 但不代表 我会容忍你的所作所为 作为阿修罗王 我必须给民众一个交代 把他关起来 是 如来 你若逃 我会亲自追杀你 不知道如来那边怎么样了 看看他留了什么话 孙悟空 感谢你 随我来到阿修罗国 但还有另外两件事 要拜托你替我完成 事关天下苍生 希望你 马上去做 不必等我 等等 如来这家伙 说好要告诉我十六年前的真相 话还没说 怎么又有事要拜托我了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如来大神只说过 当年你们师徒四人 取回永恒之火时 他正在 调缠天界堕落的真相 而你之所以会听到 永恒之火的呼声 是因为他觉察到了 暗魂的存在 这是将配件 是如来大神 以身价阿修罗国 为代价换来的 是关重大 请悟空小声 你大神为重的 如来这家伙 到底还有什么事啊 去天界 把剑交给沙心 一定要当面交 谨记 沙心 妖猴孙悟空 这个如来 居然让我去 最讨厌的地方 见最不想见的家伙 不过 十六年没去了 正好去大闹一场 让他们见识见识 我孙悟空的真正实力 启离地识天 唐三藏异星人 已离开野牛堡 抵达撕裂大地 知道了 我自有安排 若无其他事 你先退下吧 是 本帝已失去耐心 追捕唐三藏等人的任务 就交给你们完成 去撕裂大地 夺会永恒之火 遵命 真的要这样吗 别害怕 老猪我会轻点的 说好了愿赌服输 老猪我可是怜香惜玉的 小爷姑娘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次 现在来到你了 你别跑 你怎么不认账啊 吵死了 你怎么抓到 入夜后的撕裂大地 会更加危险 没错 保险期间 我们等天亮了再出发 就差一点 奇怪 怎么就抓不到呢 你让我来一下 怎么样 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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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知道 运用龙魂的秘诀 我可以教你 是真的吗 多谢敖雪师兄 不过 你得先告诉我 你一直戴在身上那个 会发光的 我先看见 我先看见 喂 你谁呀 神出鬼魄的 听说你小时候特别勇敢地击败了加罗罗 摘得了羽冠 这是真的吗 那件事啊 然后独自一人离开龙族 出去闯荡世界 真是太帅气了 这些事 你听谁说的 当然是兽哥哥了 他还说你们从小就是好朋友 你认识天羽兽 对了 奥雪师兄 小羽就是永恒之火 他已经变回龙人的样子了 他就是永恒之火 奥雪 你回到龙族 他们没有为难你吗 怎么会呢 父王见我回来 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身上的恶咒 似乎已解 能力好像也增强了不少 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运气好 遇到了万中无一的龙 这点小众数算得了什么 万中无一的龙 既然如此 你就更没有理由回来 奥雪 我了解你 你回来想干什么 你在怀佑啊 别自以为是 烦死了 大法师 你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提起的那个梦 万中无一的龙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五经 把为师的梳子拿来 你会让它 把祢也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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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羽兽就是因为你才死的 大家醒醒 麻烦了 大家醒醒